面對 面對 我們說要面對 要面對是要有勇氣的 要面對是要有勇氣的 這樣怎麼說 不是說到說 到底我們說面對是要面對什麼 我們可能就是要面對改變 面對改變 可是呢 我們如果說 我們都習慣於安逸的時候 它是我們的逃避改變 譬如說一個社會 它是沒有什麼前景 然後錢也不多 可是我不想要改變 為什麼我不想改變 因為我要去面對一個新的社會 我必須要重新去建立這一個關係 我不要 就譬如說做甘酥好了 有的人可能想說 我又要做甘酥 我真的這樣平平鬆鬆 我做甘酥 我就這樣準備工 如果在那裡睡不好 一個身體這樣氣氣熱熱 我不要改變 我現在這樣安逸 這樣就很好了 所以對改變 我們不想面對 會想逃避 然後面對未知 我們也會想逃避 什麼叫未知 就是不知道到底 我會想什麼事情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心 會去這個恐怖 我們會怕 所以我們不想面對 然後面對生老病死 由於這個病和死 很多人都同調 由於像這個病 後來就有一個朋友 不知道對他在疼 後來就說 你去檢查 就說 我不要去做健康檢查 我現在不檢查 我不知道我有什麼病 我換了好 我感覺我沒問題 不過一檢查出來 等一下說我有癌症 我有腫瘤 我有腫瘤 我一個心 我就是在那裡 開始疼苦了 我不要檢查 所以他不願意去面對這一個疾病 面對這一個身體的病痛 很多是這樣 我媽媽最近也這樣 跟他講 跟他去檢查 都沒有要聽 面對死亡也是 就是 有些人說 你說到死亡 你不能說嗎 他覺得說 很寂寞 好像說得死 就得死這樣子 不過 沒說到沒面子 一樣 同樣 其實生老病死 老病死 這是一種失去失去的一個過程 就是為有跟沒有的一個過程 本來這個人他是在的 我們的親朋好友 他都在的 這個為有 為無 這個過程 我們不要賣對 所以 說真的 要面對 其實是需要勇氣的 我們大家坐在這裡 在這裡去聽 在那 接受真理的一個事情 其實人都是在建立 我們面臨最後一刻 生死問題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以什麼神態去面對 所以 我們會面對很多 會面對挫折 會面對恐懼 會面對緊張 會面對不下我 他的一個民主門 不過 面對這個時候 到底是以什麼 台中去面對 像 或許的單位 就有一個前線 他很強勁 很強勁 因為他只要尾一次 上台要講科 他就尾之朗 他的一個尾 就開始在那裡 聽聽聽 這樣尾就是了 很痛很痛 這樣 不過 他 他自己說 他說 他每天都有這種狀況 可是 他 就是要強迫自己上台 他就說 我沒有這樣 這個狀況 不會改善 所以 以前我們在那裡 報告那個 學習道德經的時候 我們就是 都要有人上去報告 現在我不知道 是有機會還是怎樣 我們那個前線 都自己舉鑒 我 現在只要報告 就在捐 他就說 我要報告 他自己舉鑒 他自己 因為他要去突破 就是 他這個狀況 他想要改善 改善他 警長的狀況 所以 他真的就是有這個有趣 然後去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 其實 這個小感傷 沒有欺負我們的意義 人數問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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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說真的 為什麼 這個白痕 這個白痕 就是我們的病 知道嗎 嗯 像他沒有病 他沒有這個心的病 因為他的心 如一空一樣的大 他剛才認可的一個人數問 對他來說 他沒有認可的一個掛牌 所以 天空那裡大 我們說 要跟著走 我們要跟著跳 一天 問題都沒有 如果我們的心 只有 假的 假的 連記憶都沒有 那種記憶 不要說要跟著跳 要跟著走 什麼人一來啊 什麼事一遇到 對我們來說 我做不順的 喔 卡到我了 對我而言 這個就是逆境 對我們來說 什麼都是我愛 因為 我們的心 心了少少啊 聖人的心像虛空一樣大 那我們的心呢 我們的心有多大 我們的心越少 我們的問題就越多 我們的病就越多 我們的病情困難就越多 這 絕對是這樣喔 這就是真理 我們的心量越小 我們的問題就越多 我們的心量越大 我們的人心就很準 這絕對是這樣喔 好 所以 問題啊 這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剛才的問題是 這尊願不願意 要不要 要不要踏出這一步 去處理這件事 去面對這一個命境 其實都是一個心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說 下定決心 好嗎 下定決心 鼓起勇氣 所以面對它其實是一個 心態的一個問題 所以 所以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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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這個 第二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但是呢 你要開始才會很厲害 這好想說一個故事喔 有一個記者 有一個小記者 或許舉例啊 叫小陳好了 小陳這一個小記者 有一天呢 他的領導啊 就叫他去訪問一個名人 或許舉例啊 這個名人叫做郭台穎 舉例喔 舉例喔 就是他的領導叫小陳啊 去訪問郭台穎這樣 結果呢 這個記者他就想說 我這麼沒命啊 這麼默默無名啊 他又不認識我 他一定不會答應我的採訪啊 所以呢 就有了很多的理由啊 去拒絕他的領導 又想去做採訪嘛 他就覺得說 其他的人去做這個採訪 一定表現得比我好啊 叫別人去好啊 結果呢 他的領導啊 一句話都問說 他就看了他一眼啊 馬上就拿起桌上的電話 就撥了對方 對方公司的電話 他說 電話一站起來了 他就說 啊 你好 我是某某媒體的記者小陳 就是說那個小記者的娘 他說呢 不曉得啦 郭先生可不可以播出幾分鐘啊 讓我去就是 呃 拜訪他一下 去採訪他一下 結果這個小記者啊 當時心裡就非常的忐忑 你就覺得我 他絕對不會答應的啊 他絕對是不會答應的 他又不認識我 我又這麼沒有名氣 他絕對不會答應的 後心來想很多喔 結果呢 想不到 對方那個電話 就傳來聲音了 1點15分請自信 他說1點15請自信 結果這個記者 一聽到幾個人 他感應了 他覺得說 好 我在那想那麼多啊 想那麼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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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他竟然都沒有拒絕我 一下子就答應了 齁 所以 第一 成名之後 大概二十幾年之後 成名之後啊 他就說 他說這一件事情 是影響我人生最大的事情啊 他說 我們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常常都會去想 我要不要做 值不值得做 我是要去做 還是要放棄 做了不知道會怎麼樣 為什麼 我們的師母 都要做一件事 要做一件事 之前 都會想很多啊 想說 怎麼去影響 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啊 由於 這樣想 這樣想 我們這個腳步 就要掛得出去 但是 導人會不會這樣 導人會不會 要導一個人 進去想很多 想說 他一定會把我技術的 不然 就想說 高級知識分子 我跟他說這一些 他一定不相信 我們想很多 人還不會把我們技術進行 我們就自己拒絕自己了 所以 躊躇不前啊 這個腳步 就踏不出去啊 可是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你只要這個 這件事 你不去做啊 這麼多人都沒效啊 人一樣都平頓在那裡 所以 只要不去面對 基本上呢 就是在那邊忐忑 就是在那邊忐忑 所以啊 說真的啊 不管是導人啦 還是工師啦 還是說我們在風輕行轉啊 有的人說真的啊 後學也很少仿親 後學 以前還有 後學現在也很少仿親 所以 有時候說 仿親 到底要跟對方談什麼 有的人可能有辦法 這樣談談而談 有的人也想說 你平常做到處在那裡 他們說這麼多 你去到這裡 不知道要怎麼這麼問 這也是一樣 要發生的 不發生 人家不帶出去 說真的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包括我獨辦 我們煮四人的 飯到煮四人的 飯到有一樣 這絕對是不一樣的 火候不一樣 嚴嚴都不一樣 我們沒有打出去 我們沒有去做 我們不知道差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在裡面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 所以 不管會遇到困難 不管會遇到問題 都是要面對了之後才會知道 都是要面對 直求對決 真的去做 以後我們大家會知道 再來就是 勇敢 是承認自己會害怕 依然選擇面對 這個 我們好想去 我們就不會了 我們 我們都有那個 獻上六組談經 我們很經歷會講六組談經 我們經理 常常都會叫人起來問 他問的問題 真的 真的 因為我們在看經典 只要沒有要報告的位 我們在看經典 常常都看過了 看過 就真的只是看過而已 沒有去做一個很深刻很深刻的一個 就是去做一個俗課 我們經理都會叫人起來問 真的 真的 後學的差不多前三 就是來請給我們叫起來第三個 那個頻率算是請請給我們叫到的 說真的 那問題有時候真的是好刁斷喔 有的時候是我們連想都沒有想過的 那後學真的請請給我們驚訝的時候 我們的腦筋都一片空白 後學真的腦筋都一片空白 不知道要回答什麼 那有的前線呢 我直接跟他說 後學現在很緊張的 所以腦筋都一片空白 說不出來 我們點團師就會再點下一個人了 可是後學呢 每次說真的 後學有時候我不知道答案 不過後學就是跟他們要求說 我絕對不可以說我很緊張的 我不知道 不可以說我不知道 就是一樣就是說 一定要去強迫自己 去思考這一個問題 按回答之後 我們才會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自己的境界在哪裡 還是一樣就是要面對 面對了我們才能夠再去走下一步 你沒有人對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停留在原地 好 第三個呢 跟我們講到覺醒的功夫 剛才不知道大家還會知道 後學其實在第一張圖 有沒有 回避跟糾葛 在這邊下面紅色的 有覺察兩個字啊 就是說 當我們尋到問題 尋到靈性 尋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是採取回避跟糾葛 那在那時候 我們有覺察的心嗎 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心量是不對的 知道說 我們現在是在迴避 我們現在是在糾結喔 所以這個覺察的心就很重要喔 所以 覺醒的功夫 這邊呢 後學喔 其實 應該是四個步驟的 可是呢 後學會覺得說 我們連第三個步驟都做不到 更何換到第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第一個步驟就是提醒 這個提醒啊 會學有寫 它是外 是外 外來的 不管是人 或是東西 它是被動的 比如說 呃 鬧鐘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我們隔天要醒來 不過呢 可能背不起來 所以 我們透過這個鬧鐘 提醒我們 那 為什麼說 它是被動的 因為 這個鬧鐘 設這一個時間 我 我 很疲 所以 雖然時間到了 但是 有時候我願意 爬起來 然後 現在 爬起來 又繼續 睡覺 睡覺真的 時間到了 不然就是 噴得真的 很開心 醫療 才願意起床 所以說 其實 提醒 它是一個外戰 它是一個被動 那 這個 提醒 不長久 不長久 就 比如 呃 我們外來的壓力好了 我們今天今天就要求 我們這些人 說在那上這個 六五禪經的時候 要寫心等 啊 可是呢 因為就是外來的要求 不是自己真的願意去寫 所以有時候呢 這樣 可能一段時間 寫幾個那裡 就變成沒有幾個人在寫 因為外來的壓力嘛 不是自願的嘛 所以外來的壓力 不是自我要求的 這個 絕對不會長久 不會長久 哦 就像 我們來教授 哦 趕快套位前寫 哦 某某人哦 今天有班哦 只要不是我們自己願意的 我們真的接受的 好 強迫來的 可能強迫幾次之後啊 就不來了 所以外來的提醒 他不長久 再來第二個 就是覺察 什麼叫做覺察啊 這個覺察是發自於我們的內心 它是一種自發性行為 而且它只是痛苦的 你知道嗎 譬如說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在那裡召喚 召喚 召喚 我們的心靈心 是突然的造成這樣 啊 造成的時候 我們突然覺察到了 我們都會說了 我們找一找 都有一句 呃 台語叫做什麼 失格差 失格差 突然 失格差 突然 所以表示它是 岔那間的事情 我們在現場 我們在那裡召喚 的時候 突然念火造出來了 我們覺察到了 馬上又把它抓回來 我們在這裡 在聽班的時候 可能會被我說到什麼 當時 我們會把兩口的同樣都走出去 哇 欸 我一聲音 欸 我現在 我此時此刻 我是在這裡聽口 再覺察到了 再把自己的心念 就是再抓回來 所以 覺察 它就是 什麼是覺察 就是活在當下 此時此刻 吃飯的時候 把我們的心優 在吃飯 驚慌的時候 把我們的心優 在驚慌 啊 不過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吃飯都會什麼 有人說吃飯都會財啊 會頭 不是啊 我們現在吃飯是不是要貨電視 哈哈 吃飯是不是都會手機啊 對啊 我們就是都這樣 所以 二雪不是說我們去上這個正面課程嗎 我記得喔 我們有一堂課就是一整天 都不能說話 那一天的課程叫做直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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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語 嗯 不管做什麼事情 就是只有老師下指令 那 你去做 那 你在吃飯的時候呢 不可以說話 不可以看電視 如果什麼都不可以 你就是要當下 你去品嘗這個食物的味道 食物的溫度 食物的形狀 喔 所以 或許你剛剛等於就位先生幫 或許你就是買的那個小火鍋啊 那 後來的時候 就是有分享 或許你跟老師說 我講喔 因為上了這一堂課啊 不需要吃的東西都吃的 或許你也不需要吃紅蘿蔔耶 那平常啦 只要有紅蘿蔔 後學會不會慶祝的 不過呢 那天呢 因為上這個課 就是 當下 所有的食物都要去品嘗 所以 後學人 吃的東西都吃的 我 我先生要怎麼說話啊 就是 一般講 跟旁邊的人都要怎麼說話 我先生要怎麼說話 後學都不敢 後學一句話 因為直語特程嘛 一句話都不敢說 然後 然後 那個老師就問後學說 你先生有沒有生氣 跟你說十九歲 你一九歲都不敢說這樣 我說 我也不敢說他有生氣 可是 後學前一天就有跟他講 我一天要上這個課程 我都不會跟你說話 所以 事實上 決場 就是說 我們要能夠知道 當下 我的身心反應 我在聽話的時候 我們的心靈 到底在轉在哪裡 我們的身體 有什麼反應 一般我們都只注意身體 我們不會去注意心念 我們上正面 其實啊 我們都有所謂的五十五十啊 所謂五十就是將心念五十八集中在 比如後學在講課 就集中在後學的身上 去聽後學講課 另外五十他呢 注意自己的身體 有什麼反應 有什麼感受 將自己的心念 集中在定毛點 所謂定毛點 就是說 這個 會讓你安定的一個地方 例如說 你的行官 你的腹部 然後你的腹部 這有什麼好處 就是 譬如說 我們在客人說話的時候 說得很想起 很想起 我們請請 我們想看看客人說話 跟我說 就是 他跟你說的時候 我們都在想說 我後一句 要怎麼說什麼 我後一句 要怎麼反駁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念頭 我們沒有集中在對方身上 第二個 我們也沒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說真的喔 如果說 我們能夠集中在對方 集中在自己身上 我們的心上是有感受的 或者舉個例子 這也是自己很深刻的一個例子 那個稍後會說到那個 後學要說的就是 因為那件事 後學的一個情緒起伏 真的非常在心裡 非常的生氣 所以 當時其實後學注意到 我的心配 後學的這個 右半部的這一個 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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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因為我們都長期用電腦 所以其實這一個地方都是會痠痛 後學有運動 非常不痛 但是那天 後學非常深刻就感受到 我們想起 我們情緒 後學在生氣 後學這一個地方 一直就隱隱在做透 後學就體會到了 所以 之前不是有那個 霍金師博士 他不是說 我們的情緒 幾分幾分 然後是什麼顏色嗎 他真的是這樣 情緒對我們身體會有很大的影響 或許有超慢跑 原老是超慢跑 那那個老師他就說 有一個得癌症 就是得癌症的一個先生 然後呢 超慢跑兩個月 整個情況都控制的還蠻好的 結果因為 他說可能他家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金屬啊 就寢不恆大 然後非常的生氣 說因為那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 他過床 沒辦法起床 他得癌症 那前面有改善 可是呢 因為他一個情緒 寢不 大到他的行路 都沒辦法行路 所以事實上 我們的一個情緒 是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的 那覺察就是要覺察此時此刻 我們的身跟我們的心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那照出品 兩條照出品 我要趕就是改喻 撈下來 所以這個 我們說要專注 一定是從這個覺察開始啊 像覺察聲 覺察自己的舉手投足 覺察自己的念頭 覺察自己的一個語言 從電話都會共存 大地學會 那請請說事情 我心裡要大地學會 沒有 把這一個覺察的心啊 真正的是事情 腦袋 然後為了共存盡情 我們這個覺察就要先出來喔 這必須就是不斷不斷的自我關照 不斷不斷的自我反省 要請請去做 不然 兩條出力不出力了 我們也想說要照顧 我們沒有一個覺察的心 會變這樣 來 第三點 這樣就覺醒 什麼叫做覺醒 覺醒啦 它 是內在 內在 它也是一種自發性的 而且 它是延續性的 那 什麼叫覺醒 覺醒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 對每一件事 一個起源 清清楚楚 為什麼今天我會發生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碰到這個人 都是有姻緣的 所以對每件事情的因果清清楚楚 對我們來到這人世間的意義 明明白白白 清楚自己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這個真的不生不滅 才是我們要修的 外在的這一些東西 死後 我們沒有一樣帶走的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我們有感覺嗎 嗯 它是我們都半夢半生的 因為 性的版面詞 就是混水 但是 啊 我們才有清 嗯 我們都半夢半生 嗯 我們在混蛋的時候 我們就清清楚 哈哈哈哈 我們知道人生的意義 我們知道因果 可是呢 一出國堂之後 嗯 混水的時間 有的人長 有的人短啊 啊 啊 大部分的人 一出國堂之後 就開始混水了 開始又認假為真的 當然 開始覺得 由於都還開始 運我們這個百體在打拼了 你聽說了 我們這個金主人 我們就不可以再給它 好 所以我們的覺醒 其實都還存在半夢半生之間 啊 我們現在我們就是要把這個 趁這個時間 喔 慢慢慢慢把你打拼了 咧 好 那想到就是要收這個而已 啊 不然我們想到要收什麼 喔 趁趁時間打拼了 出去活動以後 我們這個心 我們這個領頭 也是一樣 要把它打拼住了 好 好 接下來 其實 這個 提醒 覺察 覺醒 到最後其實是 覺悟啊 覺悟啊 啊 不知道我們覺醒的嗎 覺醒呢 說要覺察 說要覺悟 其實是不可能的 所以會覺得沒有寫覺悟 那 提醒 覺察 覺醒 這就是我們一個修道的過程 好 一開始 我們對道沒有了解 我們對真理沒有了解 我們套對一個位置 把我們道來求得 道來求得 道來求得以後 我們提醒了 叫我們來回答 我們要聽哭 要衝啊衝啊衝啊 把我們提醒 啊 提醒 這是外來的 是被動的 如果我們的心 沒有接受這一個真理的洗滌 我們沒有辦法到覺察 我們就走了 你哥 如果我們接受真理洗滌之後 慢慢的我們開始 常常會反觀製造 這就是一種覺察 兩條道在頂上 在道裡 我的心靈 都都是什麼事無所謂 我們開始會去覺察自己的心念喔 那慢慢覺察自己的心念之後 時常去反觀自己 我們的心有沒有如何中道 我們的心有沒有中庸 我們真主人有沒有做主 覺醒 慢慢去過一個有道的生活 所以事實上這三個步驟 就是我們修行的一個歐夫啊 修道的一個步驟 好 來 第三點呢 跟大家談到 轉化的智慧 以前喔 要轉化是要輸藥地匯的 輸藥地匯的 所以第一點 我們常課的就是講到 柳暗花明又一春 我們都聽聽過一句話 山不轉 嗯 路 路 轉 路 路不轉 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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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心轉 人轉 就是轉化 要轉化一個鴨蜜喔 是 這是一隻那個 惡惡發生在土耳其 然後中熊去吃蜂蜜 päck 跟我們去吃蜂蜜 這麼巧的 由於他那個 中熊很愛吃蜂蜜 不管他用什麼方式 都有辦法吃 所以他有很多青頭 還有 我覺得很小 繼續開始 不要吃 哎唷 不要吃蜂蜜 要吃麵包 然後想說讓棕熊吃 看棕熊怎麼做 好厲害 喔 喔 喔 可以把棕熊放在人家裡喔 整個就是圍起來 你看棕熊還是一樣把它挖出來 嗯 然後後面還洗半 哎唷 嘿嘿 這隻熊是吃一種風靂 一隻熊是吃一隻熊的功夫喔 好 一隻熊是很好的功夫喔 因為後來喔 他又有換位置 你看他把這一個東西板放在對旁邊又換位置了 好 一樣 也是都吃那個最好的那個 所以呢 後來喔 這個農場主人啊 就把這隻熊呢 當成吃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老公喔 這一隻熊啊喔 他是最適貨的 他吃的都是最好的 所以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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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場啊喔 就大賣 每次都賣到出貨 那個缺貨啊 對 你知道嗎 一開始 因為這個熊然後一直吃他的蜂蜜 然後想盡辦法就是不讓熊去吃啊 可是後來他做了一個轉化 記得你愛嬌嗎 你吃這個狗啊 然後怎麼從這一個過程裡面 找到一個雙贏的一個過程 這個就是轉化 這就是轉化 所以當然遇到事情的時候 困難的時候 不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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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雖然心愛真的是很多一個歡樂 不鬆快 不舒服 可是呢 其實 危機就是轉機耶 危機就是轉機 怎麼從這個危機裡面 學得 就是轉化 這是一種智慧喔 因為 你說真的 轉化 你轉化什麼 轉化我們這個心而已 讓我們這個不平的心 鼠氣的心 不開心的心 怎麼就是這樣 清清清清 冰冰鼠孫 尊 尊到什麼事情 不會不卡 不會卡住 不會就是不順利 其實這個叫做轉化 那這轉化的過程 會提升我們的火候 會提升我們的智慧 所以轉化 其實它是智慧 它是裡面 會讓我們成長 再來第二點 就是我們討論到 不管是順境還是勁境 其實都是看我們的心境 如何去面對 如何去因應 只要我們的心 能夠去因應 能夠去轉化 逆境 對我們而言 不是逆境 它也是順境 所以或許剛剛講了 聖人他的心無虛空 他沒所謂的逆境 什麼事情對他來說 都是什麼 順境 如果我們的心 如果我們的心 隔著著著著 什麼事情對我們來說 都都是逆境 這個如果我看不出 說那句話 我不會聽 做這件事 看得很討厭 所以事實上 順境逆境 不是在境 而是在心 在心 所以這邊 莫學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文書欲緣則有失 文書菩薩 他遇到這個圓境 遇到不管是好的壞 他都可以當作老師 因為不管順境還是勵境 都可以讓他為內地有東西 所以事實上 我們遇到問題 這是我們生命的試練 我們如何從這一場試練裡面 去增上圓 去提升我們自己 這才叫做轉化 那第二個跟大家參考的就是說 逆境如境 如灶如米漫 雖然說 日境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辛苦 一個困難 一個過程 不然 我們的事實上 就是跟我們一面一樣 你跟我們說 我們現在生病 我們現在不順 我們現在失業 等等 就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已經脫離正軌了 是不是想法錯誤 做法錯誤 哪邊有偏頗 我們要倒回正軌 所以或許就是看了一本書 它叫做靈魂在說話 靈聽身體的訊息 靈聽身體的訊息 它就說了 其實 我們的身體 任何地方有病痛 其實都在告訴我們 不管是我們的心念 還是我們的做法 可能是有所偏頗的 我們現在要把自己 揪回來了 或許的人 這邊或許就舉了 或許的例子 或許在去年 因為我們 當時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有兩年多的時間 事實上 我們都沒有到佛堂來參班 人真的是用功的人 真正的人 人特地是用這兩年的時間 不斷的就是去提升自己 不斷的就是去看經典 阿浩浩浩是海底的人 所以在兩年的時間 後來也很放逆 上課還是上 可是這一個心境 真的就是放逆 那後來就覺得說 這真的就是老天爺 這業力的吹陶 就是真的要把我們 讓我們討論 你這兩年的時間 尚在台北 或許在去年9月的時候 或許的那個大女兒 到台北 到台北讀書 然後呢 我們就是把他行李 要給他載替他宿舍 結果呢 就到那個他宿舍的時候 或許的肚子開始癢 吃這鍵油耀都很好 那或許就想說 這樣不好要怎樣 必須要看醫生了 當時禮拜天 你有沒有禮拜天 我們知道 禮拜天所有的診所都沒有開 只有大醫院有開 那或許先生就說 那我們就去三種 三菊種醫院 就去那邊掛急診 那去掛急診之後呢 還是啦 X光啦 抽血啦 你口口做了 一堆檢驗之後呢 跟後雪判斷說 密尿道發炎 就說後雪密尿道發炎 然後就開了藥 後雪啦 就叫後雪回去 可是後雪呢 然後呢 疼 疼到真的沒辦法疼下去了 嗯 疼到她的大廳 疼到後雪就不夠了 這疼到他就下來了 不過下雨一樣 我全無效 後雪透到褲子 透到冒浮汗 完全沒辦法走路 那結果呢 又走出來 用文藝又推進去記者室 又用文藝直接推到記者室 又開始做了一堆的檢驗 可是呢 因為假日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員 都沒時間就好 就是在做報告 做完 檢驗完也沒辦法馬上看報告 就這樣拖拖拖 後雪再去檢驗 結果這樣拖拖拖 在這段時間裡面 真的四個字形容 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那拖 真正是煮雞拖拖拖 都不好 不是一斤的雞拖拖拖 它是往不老街的雞拖拖 那 那效用都非常短 所以後雪只能一直要求她 你可不可以再幫我打幾頭藥 後雪真的覺得這關 我們真的覺得我真的過不過了 那真的是痛了 覺得真的可能死一死會 比較痛快的那種痛 做沒辦法做 她沒辦法躺 那當時是在台北發生的嘛 後雪的先生 剛好她的堂妹 我剛才知道她有一個堂妹在軍醫院 那到底是在榮種還是在山種 我們都不知道 那當時就打了電話 哇 剛剛好就在這一間醫院 山軍種醫院 她馬上就幫後雪運作 她就開始幫我找那個 後雪是掛內科嘛 她開始幫後雪找外科醫師 所以幫後雪就說 為什麼會發生在台北 因為後雪的貴人就在台北 因為她的一個穩重 開刀的醫生也不是這間醫院的醫生 開刀的醫生是從別的分院調過來的 她剛好跟我那個堂妹 就是配合了三年 她說 她說我半年三點沒她叫來這裡 會跑去開刀的 那 就她幫後雪開完刀 三個禮拜之後 她就出國 到美國去做國事了 所以我們覺得說 好像都安排好的就是 去台北發生這件事 我們不說發生什麼事 後雪為什麼會說業力 因為後雪的子宮發生沾滅 沾滅到小腸 比如說這個子宮 然後她有很多很多的黏力 那 她的這個黏力就造成一個圓圈 那後雪的小腸 就跑進這個圓圈裡面 卡在這裡面 跑不出來 卡死在裡面 所以 去開刀的時候 是這邊挖了一個洞 然後再剖附 那把那個小腸 後雪先生有去看放在房子裡面 就有一截全部是黑色的 所以後雪的小腸是割掉三十公分 火腹割掉三十公分 然後 後雪真的當時 我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會說是業力 後雪沒有火腹生產 後雪也沒有做過任何腹腔的手術 為什麼子宮會沾黏 搞不清楚 有的人會說 子宮沾黏 其實很多人都有啊 可是 為什麼會發生呢 他剛才剛好沾黏在小腸 然後跑不出來 剛好就在台北 剛好就在台北發生 所以後雪本來是要去台北 想要不要去幾頭 連飯店因為帶你們去想說認識一下環境 飯店沒有多年 直接到便宜 到一百百的便宜就是啊 然後 休息休息休息 就是 即使到現在 後雪會覺得說 真的是上天慈悲啊 上天慈悲 讓大學後雪不行 大事化小啊 因為後雪真的整整拖了十六個小時 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在那欠十六個小時 後雪可以開的桌 為什麼 不能開桌 因為 他們醫院只有 並醫護只有兩床 可以幫忙開刀 我們以前 你開桌那兩個 都很大啊 一個是心臟半夜的問題 一個是脊椎 脊椎 脊椎破碎 破碎啦 所以 都要整整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的刀 變成後雪 只能一直等 一直痛 一直等 一直等 那其實 這個料 就整個 要怎麼破掉 變成 覆墨眼 所以後雪那個 唐妹後來就是過年的時候 她就問說 你現在身體怎麼 其實後雪的傷口 變成那個 謝祖主 她說 這個都是小事 她說 你當時真的是很危急 因為拖十六點 後雪一直跟 五點多 打開的桌子 十幾點 跟五點多 十六個小時 後雪足足 錯了十六個小時 可是 後雪就覺得說 上天齒飛 讓後雪真的是 大肆化小 不關心 病房 醫生都辦 讓我找得好 那些人 那些人 真的包吻醫生 就是後雪的貴人 說真的 當時就是看那個報告的時候 那個醫生她說 妳說 妳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出院 第二個就是轉院 第三個就是開刀 出院就是意思說 看妳怎麼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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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醫生 那就是什麼 還是要去北京病房 後雪當然是開刀 以後的真的是生不如死 怎麼可能說去找別人 所以其實這個病房 後雪就是覺得說 欸 夜裡吹跑 然後就是上天 讓我們一個 妳跟我們說 本來拍拍肩膀跟你講而已 好好的收 好好的收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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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個楊中的 因為我們一個好好的 一個楊中的 楊中的來得到 真的很好看 所以 我們不要覺得求道沒什麼 求道沒什麼 求道沒什麼 殊勝 我們也不要覺得 一般無社會 疼痛苦 無社會 疼疼的 疼疼的來得到 都總是自己 認識的時候 但願意來 永遠是次要選項 可是說真的 孟子說的 妖獸不二 修身不識之啊 我們什麼事情會發生 什麼時候會發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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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歲的發生問題 幾歲的發生問題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孫無標 是我們以後也孫 如果我們平常 我們不想要頒 我們不認同的公益 若不認同我們去討論 我們要怎麼 討論 談談 我們怎麼去做一個轉換 這就像說 我們的小孩 平常都沒有欠錢 剛才有事 要用錢 我們錢 要把錢拿出來 所以 我們現在想到 真的就是 在為自己做一個儲備 為自己做一個儲備 那發生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新娘是天氣 我們做的 我們做的 我們做不到 我們是不是已經天秘不到了 不符合中到了 我們的心都要優重 來 第三個就是跟我們說 其實這個秘境 它是在視我們的火候 平常我們去想到 我們遇到事情的時候 沒有遇到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我的心情不錯喔 我的心情應該不錯喔 不再說真的啦 人家說 人家說 這句話 不好意思 看這個 隔岸觀火 跟生離奇境 永遠是兩個概念 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叫什麼 故事 發生在自己身上叫什麼 事故 看人的 是你看故事 輕輕鬆鬆鬆 不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 很抱歉 自己愛去承受的 好學這邊就說 再說一個親身例子 來 好學問大家喔 如果啦 人家放你鴿子 放你幾次鴿子 你不會生氣 幾次 幾次 跟我說一下 為人好 這次 為人不再 為人三次 對嗎 有的人說 我都不會生氣 那個 迷樂菩薩應該都不會生氣 哈哈哈哈 因為 把他屁都屁在這裡 他也不會把他戳起來 讓他煮臉 煮臉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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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舉個例子就是 霍雪被幫了十次鴿子 好 真的咖啡啊 真的紅味倒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就是過年的時候 霍雪有一個朋友 叫我 叫霍雪去幫他 就是拿團購的東西啊 想說一天打下來 霍雪會說 叔叔姐 我現在在台北 你可不可以幫霍雪 幫他哪 結果一支的時候 二十幾盒的口罩 還有那個棉被啊 把霍雪整個後車廂啊 都塞得滿滿的 他說 兩國而已好 我再去哪 那個啊 已經過年來 要十幾年了喔 我沒有來客 那霍雪呢 卡到的乎依啊 你不是要來客嗎 他不是要來客嗎 他就是要來 我說 沒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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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來也都不說喔 沒有來也都不說喔 好 霍雪 沒任何反應 霍雪就隔天打電話給他 你不是說你要來 你來不來 他說 我氣喘發作完 我沒有 我就沒有宣風 那不然你也說一下 你也要跟人說一下 他都不說喔 我拜師的時候 去找你客 就跟我們說第一天 星期四的時候去找你啦 來 星期四有沒有來 沒有來 沒有來喔 好 趕快都不打電話 沒話都不說喔 好 那當時的霍雪的心境呢 有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而已 沒有生氣 那我又打電話 你不是要來客人家 他說 因為我兒子有確診 我怕傳染給你啦 好 好 不然你常常來 來又跟霍雪 約了你的時間 第三次 可能有打不找到人 不然就有 那都打電話 到電話 到電話 霍雪 霍雪真的鼓勵魂會的啦 那真的沒騙人的啊 霍雪 當下就跟先生說 我說 今天來拿完東西之後 我覺得要把這個人刪掉 我要把他的賴刪掉 做人怎麼可以這麼沒信用 我真的是 生了媽媽的爸爸 沒有討過這群人 會等這裡不信用 霍雪 都覺得跟 你叫我以前的脾氣 以前真的 在談戀愛的時候 一先生 他媽要等定 遲到十分鐘 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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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四天 結果這一個人就讓後全就是等了 放後全四次鴿子 我們這個心真是好後面的人 真的好後面的人 這就是真的在哭我們的過後 或許事後也自我檢討 心境真的差這麼多 不知道我們可以說幾天 自己想看看 我心裡心想的時候 我們可以承受幾次 這個人真的是後全的老師 為什麼 三個月之後 他又打電話給後全 他說 叔姐 你可以去幫我拿個什麼東西嗎 說真的 後全當時馬上想法就是 你怎麼好意思啊 好可憐 好可憐 這個心好可憐 可是呢 比較快 沒有生氣那麼久 有進步了 這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遇到的時候不知道 是遇到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了 知道了 好 我們受到的受得太多人 遇到人家 遇到人家 會遇到人家 我們是什麼事情 這就是這些事情 我們是什麼事情 所以人家說 受愛前受 受是要健修啊 你要頓贏頓負啊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不斷不斷的這一個事情 來驗證我們自己羞恥的一個程度啊 所以祕境是可以釋火候的喔 是要教我 好想這個感到你講一下 那當我們的火候如火烈族啊 事實上我們的自信的親民啊 這邊說勉強自己存習慣 當然 這裡就是要跟我們說 說到說 我們平常我們都很放棄的 所以我們不會去注重我們的一個 心念的一個提升啊 那勉強自己 那好學喔 現在每天早上都五點四十就起床了 五點四十就起床了 好學 現在沒有在做堂會喔 那五點四十就起床了 後學每天早上五點四十起來 緣紅十充啊 每天 後學連出國 包括今天講課去桃園講課 後學每天都是這個時候起來 那一開始都要睡鬧鐘啊 勉強自己啊 因為我也想要睡到八點啊 那五點四十就起床了 說真的很痛耶 好 不過因為後學長期睡不好 後學大概一二十年 睡眠品質都非常非常的差 是因為 開刀之後沒有辦法去健身房 所以 後學開始這人口是超慢跑 這個危機就是轉機 因為開始超慢跑之後 後學就變成好睡了 所以為了好睡 後學就勉強自己 我現在不用上門 射鬧鐘 後學今天又沒有射鬧鐘 五點三十九分就自己起床了 久而久之我們就成為習慣 那如果我們要求自己 我們每天八點的時候 我們不是看手機了 我們是看運動 看三十分鐘的運動 看三十分鐘的一個道理 每天每天每天要用自己 久了久之 他也會成習慣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練我們的我後 所以結論就是 我們老師說的 如意記 人有人義 我有我義 何於我義 恐非人義 何於人義 何於人義 恐非我義 人義 我義 恐非天義 最重要的就是要何乎天義 這個天義就是說 我們做靈和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只要可以自信 人給出來這個主 我們就會如意 因為真主人做主 他是親近的 他是不生不滅的 他是自信俱足的 所以他心如虛空 嘟到什麼事情 都不會掛來 絕對是自然如意 好 時間上的關係 超過幾分鐘了 那最後呢 祝大家身體健康 發自充滿 謝謝大家 大眾零幾滴 那你先講四十杯 請人道主公 問道主公 那你先講四十杯 Elliot 很好 我們很常 之後 ос一時 我們需要 1